無關電視部 直到最後一刻 消防員都持續求救 第一次呼喊May Day 大約是在二十七號凌晨十二點十分 總共喊出八次 直到最後一次才聽見有人回應 整整五分鐘 求救至少五次 錄音檔可以聽出內容非常清晰 消防員有說明身分及受困地點 似乎跟消防局一開始的說法有出入 新竹晴空會火警造成兩名消防殉職 如今求救錄音檔外流 消防人員第一時間呼救現場 意識到問題開始清點人數 才發現這兩名消防員 竟然不在列管名單中 錄音檔未經正式管道流出 消防局報案追查源頭 本次晴空會火警案 已進司法及載調會程序 本局並一規提供相關資料 並一在教會規定進行保密的程序 本次火警案的無線電資料 皆屬公文書的一部分 非法的外流 本局已依視行大報案 偵查外流的源頭 緊急出面澄清 當時現場救災人員都表示 通訊不佳 議員楊玲儀直說自己就是泄密者 消防局一直把力氣花在 這一個泄密者身上 我認為大可不必 局長提到 這個兩個殉職的消防員 並不在管制板上面 證明這個火場的安全管理失靈 錄音檔是不是整段曝光 還有沒有更多真相 後續都要釐清 如果人員進出火場SOP 有問題就得檢討 畢竟沒人想全副武裝 出門救災 任務結束時 只剩防火衣和家屬的探襲 TVH新聞陳世民言聖份新竹 採訪報導 在和聲明中 裡面是一個空間的 震災 風 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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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病